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产相信是所有父母都不想见到的事 而更难受的是要经历不止一次的流产 在香港连续两次或以上出现流产被视为惯性流产 根据全球数字 每100对父母就会有一至两对 是面对惯性流产的困扰 那到底惯性流产的成因是什么呢? 惯性流产的成因包括自身免疫系统病 内分泌问题 子宫结构異常 感染等问题 另外有2-5%是与遗传因素有关 不过超过一半的流产夫妇经检查之后 未必发现任何原因 刚才提到遗传因素 是否都可以经由怀孕前的基因细查查到呢? 可以的 在怀孕前可以做基因细查 检查父母是否单基因病 或者X连锁病的隐性攀带者 另外还可以做采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的Cromosib 去查一下有没有由 掩饰体平衡移位导致的流产问题 那掩饰体平衡移位是什么呢? 掩饰体平衡移位是指掩饰体内部的2个 或者更多的片段为置交换 但整体的基因素量是没有任何缺失或者增加 平衡移位的攀带者通常都是健康的 但当要孕育下一代的时候 就有机会出现不平衡移位的情况 而导致流产或者弹下K胎 Cromosib就好像拿着放大镜一样 将验饰体放大很多倍 看看有没有哪个部分多了一点 少了一点或者有结构问题 而且比一般的核型分析Keral Typing 更仔细更精准 听完医生讲解 相信大家都对惯性流产认识多了 除了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注意心理健康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之外 怀孕前做基因细查 亦都有助寻出惯性流产的成因 由医生提供合适的辅导及治疗 减低将来怀孕时出现流产的机会 大家不妨考虑一下